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燕荣 今天是《非常时期,非常防护》系列直播的老年人防护话题专场 面对疫情带来的种种变化,大家最关心的是老人 随着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他们是突发状况下的脆弱群体 尤其是老人不在身边的,更加时刻牵动着儿女的心 因此,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主播大咖,李同曾老师 李主任是北京幼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 长期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 对传染病突发应急工作的经验是非常丰富 而疫情以来,李同曾主任一直奋赞在防疫的第一线 在北京的小汤山方舱医院 今天能够有幸请来李主任为我们答疑解惑 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李主任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欢迎李主任 那这场直播我们主要帮助大家总结和梳理老年群体的疫情之中 生活起居需要注意的重点事项 从而使他们能够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 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家人们 您如果觉得今天的话题特别适合您的家人和朋友 欢迎您点击屏幕右上方的分享按钮 把直播分享出去 把这份关心也传递出去 让家中有老人的儿女们能够更加的安心 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主要话题和大致的时间段也已经打在了屏幕上 大家可以提前的了解 此外还要提醒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们今晚直播的评论区已经打开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的小助手会分批搜集 请李主任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 这是咱们今天直播间家人们的特别福利 千万都不要错过 好,再次欢迎李主任 这第一个问题就特别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 给我们分析一下现在的疫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普通人看到疫情和您专业角度看到疫情可能是不一样的 好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需要详细说一下 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疫情都是奥密克戎引起的 就是它和20年、21年原始毒株、Alpha毒株、Delta毒株 确实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咱们感染者都有肺炎 或轻或重 而且进展比较快 就是说很快的肺炎我们就说双肺白了 这个患者又缺氧了 那么到了奥密克戎变异度的时候 它得肺炎的少了 更多的是表现在上呼一道 就在咽喉部位 可能很多人会体现咽干、咽痒、咽痛 但是我们的这个致病力虽然说变弱了 但是它传染性变强了 这个就是说和以前确实是不一样了 一旦说我们这个管控的松了 那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感染人数就突然间就上升了 在一个家庭里边 在一个单位里边 一个人感染了 很快全家感染了 单位里边有感染者了 很快更多的同事就传染了 所以这个传染性确实太强了 另外呢我们和国外也不太一样 国外呢因为他们很早就已经放弃了这个严格的防空措施 在20年、21年很多人感染过了 那么到了22年这个奥密克戎出来之后呢 他们很多人是二次感染 所以这样的话症状也会轻一些 那我们国家人员大部分人没有感染过 感染之后症状可能要比国外重一些 第三个不一样的就是咱们老年人 一旦感染之后 他这个肺炎的比例还是远远高于年轻人 尤其是对他基础病的影响 很多人基础病会变重 成为一个重症病例 所以咱们不能和别人比 不能和国外比 老年人也不能和年轻人比 当然年轻人当中 很多人也感觉到很重 高烧啊 全身疼痛 嗓子疼像吞刀片 但有的人可能就很轻 两三天就好了 大部分人可能要经过七到十天才能基本康复 好 谢谢 确实就是我现在身边的朋友们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感染了 那您看到就是现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感染高峰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呢 我们看到其实外省市都在看着北京 就是有一种在等风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您对于这个全国的这个疫情有怎么样的一个预期呢 我们看确实北京放开的算是比较早 而且北京的确实人员流动 大家的工作也比较忙 即使疫情来了 很多人还在坚持上班通勤 所以感染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曾经预期呢 可能像其他城市一样 像国外的一些地区一样 放开以后 要两三个月才能达到这个高峰 但是北京我们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大家大部分人就感染了 这个高峰已经过去了 当然现在呢 还有很多老年人在陆陆续续的感染 因为前面这段呢 它都是年轻人感染的多 后边呢就是老年人感染的多 那老年人里面它重症的就多 现在表现的就是说可能 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康复过程当中 但是老年人可能正在进入这个最严重的这个阶段 那么其他城市呢 可能要比北京呢要晚几天 但是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 我们看很多地方呢 已经感染率超过50%了 那么在农村地区啊 一些县城里边可能再滞后一些 估计要到春节的时候 才能达到这个高峰 但是在稍大一些的城市 有可能元旦前后就达到这个高峰了 确实啊 这些天看新闻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的毒株啊 真是来势汹汹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而且呢 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次考验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 那也想呢 看在您的这个观察当中啊 这个中老年人 他的症状会不会比年轻人 他更重一些呢 呃 他是这样的 就是中老年人 他确实往往看起来这个症状 没有年轻人那么明显啊 比如说年轻人可能就高烧 啊 这个老年人 他是这个中等程度的发烧 他自我感觉症状比较轻啊 年轻人我们说发烧三四天 体温高峰就下来了 那他很可能就是康复了啊 后边可能咳嗽的时间长一点 鼻塞流涕的时间长一点 身上虚弱啊 但他确实是在陆陆续续的康复当中 但老年人呢 他是这样 前面可能烧的也不太高 四五天之后 他体温也下来了 但是我们说这个奥米克隆 他是前面这几天 他是在这个咽喉部位复制 他到四五天之后 年轻人人家抵抗力强 啊 这个病毒就被控制了 清除了 老年人他可能就走到肺来了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 四五天之后 老年人开始觉得有点憋气 啊 咳嗽 甚至就是活动以后啊 就气醋的很明显 这个时候你如果给他拍CT 他是有肺炎的 到六七天 七八天的时候 肺炎就很明显了 就有明显的气醋了 即使不活动 可能也是觉得呼吸就比较费力了 这是老年人不一样 他就症状 看起来比年轻人轻 实际上他的病情 是比年轻人重的 所以不能忽视 不能掉以轻心 不要看 哎 他也不烧了 那我可以放心了 我上班去了 我就不用太注意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 他可能他的病情重的这一批老年人 刚刚开始加重 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 所以说是感染的高峰和重症的高峰并不是同时出现的 是的 就是我们看到了好多年轻人都康复了 开始晒自己转阴了 但是后边一个是说前面都是咱们上班族 这些爱聚会的年轻人感染的比例高 后面是咱们这些不怎么外出的聚会少的老年人感染的比例增加 而且老年人感染之后 他要到五六天之后才比较重 他才有求医的需求 那么可能我们后边主要应对的就是老年人以及老年人里面这些重症的 他要有一定的滞后性 可能我们看北京这个年轻人大部分康复 但是老年人可能这个后边他的这个重症比例会明显增加 医院里面这个床位啊 尤其是江湖室的床位 可能在后边一两周会比较紧张的 确实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毒株啊 进一步的把这个老年人的脆弱性啊就给放大了 我们最近呢看到这个新闻上也经常报道一些老专家呀老院士啊都相继去世了 那其实呢我们在过往看到说这个毒株其实他毒性已经减弱了 那为什么说还是会有这么高的重症率和病亡率呢 首先呢这个就是说老年人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 他的疫苗接种率是比较低的啊 也有些老年人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啊他很少外出 所以呢他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过去三年我们确实是说国家把大家保护的太好了 在绝大多数地方咱们几乎就没有疫情或者是这个疫情很快就能被这个扑灭 所以老年人觉得自己接种疫苗的这个必要性就不太大 很多人就不打 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很多老年人有基础病啊 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肿瘤啊 他觉得这个打疫苗可能是这个有风险啊 甚至有一些我们就是医生也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 觉得这些老年人本来身体就不好 再打疫苗再有点不良反应可能更是得不偿失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接种这个疫苗 那这样的话一旦感染他们的症状就会更重啊 重症的发生率就会降低 大家总是说这个奥米克风毒性变弱了 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在国外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很多人是感染过有抗体啊 或者是接种过疫苗有抗体 所以呢确实是病死率下降了 但是我们国内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如果您还没有感染过也没有打过疫苗 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老年人更大的是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他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呢是免疫力下降了啊 在面对这个病毒的时候他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啊 在上呼一到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把它给阻挡住了 他不会往肺里边走 那老年人他挡不住这个病毒 四五天之后这个病毒还会向下蔓延 就到了这个肺部啊 发生肺炎的比例比较高啊 当然最后就说这个老年人基础病 这个新冠呢我反复说的就是 他你有一个基础病再得了一个新冠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说你变成两个病了 这个新冠病毒会让你基础病明显加重明显的不稳定啊 他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很多人其实他不是说新冠病毒的肺炎要命 而他的基础病突然就不稳定了导致他成为一个危重病例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基础病控制住啊 保持他的保持他的这个稳定性 确实感谢这个李主任的提醒啊 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其实他们呢还不太重视这样的一个感染 他认为是个大号感冒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工作中啊 接触的这个老年人他感染发病啊 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或者是要提醒到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朋友的呢 确实我们这个在咱们老年朋友当中呢有这样一个误解啊 就是说我们一个是说感染的风险小 因为我们出门少啊 这点其实他是对奥密克戎的这个传染性不了解 因为他这个奥密克戎他相比之前的毒株 他的这个传染指数啊能到10到18之间 其实我们20年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指数就是2到3和流感是相近的啊 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戴口罩不打疫苗 那么一个感染者平均传染两三个人就是他的这个基本传染指数 那么到了21年这个data变成5到6了啊 他的传染性就明显加强了 所以21年这个data病毒出来之后 我们看他立刻就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病毒 把其他的都给取代了 但这个奥密克戎就又加强了一倍啊能到10以上啊 啊并且呢他因为致病力弱了一些呢具有隐匿性 就是很多人感染之后症状比较轻 那他还会去探视家里的这个老人 我们好多老人觉得哎呀我也不出门怎么就得上了 其实就是这个孩子探视 那我在这个接诊的病例当中呢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 很多老年人说哎呀我从来不出去啊 我买菜戴口罩进去买完就赶紧出来 就是在我的这个接诊的病例当中呢 确实有很多老年人觉得自己很冤 说我也不出门啊我也有这个不聚会 那顶多就是出去买买菜啊 这个怎么就感染了 那我们其实说呢这个老年人他自己确实保护自己挺好 但他就是被孩子传染啊 有的时候孩子带着小孙子啊来看一看 那么再一问呢其实他们这个孩子有一些不舒服 但是他觉得自己就是感冒了啊还去看望老人 结果孩子们没事老人病倒了 就一看这个肺里边这个炎症就已经很重了啊 而且我们一直就说老年人叫沉默的肺炎呢 或者叫静默的缺氧 他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很重啊 他觉得哎这个发烧和平时的感冒差不多啊 那我两三天之后就不烧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那但突然间他会觉得憋气了啊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我们说如果早期抗病毒治疗呢 他这个重症的风险会下降 但是等他有感觉的时候呢 往往已经是四五天以后了啊 这个时候再去抗病毒效果也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病呢不能人和人比啊 年轻人恢复的很快啊 国外的人因为他感染过啊 他也可能会轻一些 我们看世界杯上是吧 很多人非常放肥 他们年轻他们不怕啊 很多人感染过 再得了之后他的症状更轻 但老年人不一样啊 我们也没有得过也没有先这个提前产生的一个抗体 而且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本身基础病比较重啊 一旦得了这个之后 有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甚至很多人就是由于心脏病加重啊 而这个抢救不及时 这个这个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件事情 嗯 确实啊 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一定要重视 而且我看到呢 这个疾病确实是非常的隐匿 让这个老年人容易放松警惕 很多老年人呢 就是上午呢 还出去溜弯 下午吃吃水果也很正常 晚上突然人就去世了 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啊 这就是体现了他这个我们常说的沉默的肺炎啊 隐匿的缺氧 那老年人他这个 有一些这个是因为新冠肺炎加重啊 我们常说的肺都白了 其实他已经这个通气功能很差了 身体缺氧了 但是老年人自己呢 他不够敏感啊 年轻人缺氧的时候他会 这个喘气很快啊 这个他会觉得很憋 那老年人呢 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年龄大了啊 他也没有重视 那很多老年到我们这个急诊来 我们一看 这个血氧 已经就剩80多了啊 其实正常上应该98 99 100 应该我们年轻人说小于95 就已经觉得憋气了 但是老年人他甚至小于90了 他还觉得自己身体就这样啊 也没有重视 其实各个器官呢 都已经处于一个严重的缺氧状态了啊 所以有的时候一查 我们看到老年人一进医院就发现 呼吸衰竭了 心功能衰竭了啊 肾功能也不好了 就是因为长期处于这种缺氧的状态 很多器官受到了打击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那我们看到的老年人到医院一天 人就没有了 甚至在急诊啊 没有来得及办完住院手续 人就没有了 他并不是说说这个病啊 像心梗一样那么快 说他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只是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啊 他是一个静默的缺氧 已经发展到多器官受损了 而他自己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啊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他本来有这个心脏病啊 在这种缺氧的状态下 以及说这个新冠导致他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加 那么他可能这个血栓啊 导致这个心肌缺血心梗啊 这个是一种心原性的猝死啊 这个也是经常遇到的 所以这个两种情况我们都要引起重视 那您刚才提到的白肺 肺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普通人其实很少接触这个词啊 对 其实我们很多人这个都没有做过片子啊 没有拍过CT 没有拍过X线 或者我们体检拍过 但是只看报告 没有看这个片子 就是我们这个肺 大家都知道他负责通气是吧 换气把氧气吸进来 然后送到我们的这个血液里边 那么这个正常我们在一个通气状态下 咱们肺里边是充满了空气的 那在这个X线啊或者CT下面 我们看到它就是黑色的啊 它整个空气表现出来是黑色的 那里边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肋骨 我们的胸骨啊 它密度很高 它是白色的 空气密度最低啊 它是黑色的 那有一些血管啊 尤其是动脉里边血液 它的密度也比较高 我们看到能是这种发白的颜色 那么如果说这个肺它有炎症了啊 这个空气就进不去了 那么在X线片上 CT片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 它这个密度就变深了 就不是那么黑了 一开始我们说新冠肺炎叫磨玻璃啊 它没有那么黑了 就有点发白了 再严重了啊 它就识变了啊 就整个就和那个骨头一个颜色了啊 就发白了 那特别严重的 所以我们到了呼吸衰竭了 我们看整个肺 都是大片的白色的啊 就是医生老说这肺都白了 都白肺了 意思就是里边都是炎症 空气进不去了 那这个人当然就觉得很憋气了 嗯好 那李主任您刚才啊 说了这个白肺还有沉默性缺氧 那好多人现在呢 就特别关注自己的这个血氧饱和度 然后您对于这个老年的家庭来讲的话呢 对于这种监测 血氧饱和度 您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好的 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 在医院里边 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啊 或者听说过就是监测血氧 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指头上加一个 我们就是叫精脾氧饱和度啊 它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加在手上 它贴着我们的皮肤 就能够测到我们的血氧饱和度 那在很多这个外边的这个商店啊 药店或者是我们网上 我们也可以自己买到这种叫血氧仪啊 有的叫止氧夹 其实就是夹在我们手指套上面啊 它这个装上电池 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 血氧饱和度和心率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样呢其实是 对于我们老年人是特别适合的 因为很多老年人自己缺氧了 他不知道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这个血氧仪 进行监测啊 比我们自我感知的要更准确一些 我们家里的孩子 不妨给老人准备一个啊 让他一交就会很简单 看他的血氧如果低于95了啊 比如我们平时在99 100 一旦低于95了 就提醒我们已经缺氧了 需要尽快去就医了 嗯好 谢谢李主任哈 好的 哎那我们看到直播间又进来了 许多的新朋友啊 那咱们今天这场直播呢 主要帮助大家总结和梳理老年群体 在疫情之中 生活起居需要注意的重点事项 从而使他们能够安安稳稳 健健康康的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 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题 特别适合您的家人和朋友 也欢迎点击屏幕右上方的分享按钮 把直播分享出去 把这份关心和爱传递出去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场外有没有一些问题 啊 好 好的那这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啊 那这次新冠啊 对于老年人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好就是我们这次的新冠呢 其实我们国家卫健委 在今年三月份他已经批准了 一个咱们新冠的所谓特效药 抗病毒的药啊 就是这个辉瑞的奈马特伟利托纳稳 啊 它是一个抑制病毒复制的药物 那么在早期啊 我们建议是 发病 五天内 他使用这个药的话 可以把这个病毒量 快速的降下来 这样呢 就能够减少我们发生肺炎 成为重症病例的一个风险啊 他适用的就是成年人 轻型普通型的病例 并且有发展的重症病例高风险的这种人群啊 比如我们说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啊 有基础病的这些人群啊 心肝肾肺啊 这些基础病包括肿瘤 那么这些人群呢 更容易成为这个重症病例 更容易发生肺炎 那如果在发病五天内 就把这个药吃上 他能够降低重症的这个发生率 那在今年八月份卫健委呢 又加了一个国产的叫阿兹福丁片 它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的发生率啊 一个进口的一个国产的 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特效药啊 其实它是一个抗病毒药 当然所有的药物它都不是说 能够一劳永逸的啊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重症高风险人群 尤其是年龄比较大 我建议说像八十岁以上的人群 咱们一旦确诊还是应该尽快去医院 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好 那现在第二个问题就说了 现在医院呢是人买文患啊 一般情况下 大家可能都不想去医院 占据这个公共资源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要高度警惕 及时就医 然后确保不延误 对于重症和危险的一个判断 对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重要啊 就是说 咱们什么时候需要去医院 什么时候不需要去啊 我们所谓的分层救治 那因为95%以上的人 他其实是可以自愈的 那我们年轻人没有严重这个基础疾病的人 完全可以在家自愈啊 等待这个他的康复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挤占咱们这个 比较紧张的医疗资源 那老年人啊 首先我说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他是这个重症 微重症的最高风险的人群 我们国内外的统计都说 这个新冠死亡病例 90%以上是老年人 其中95%都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 所以这些老年人 如果身体不是特别好的啊 像你的80岁老人他还能东勇 他还能出差 还能忙一些工作 身体条件特别好 那是例外 对于大多数咱们身体 不是那么好的80岁以上的人 一旦病了我建议就去医院 虽然现在这个医院的这个床位比较紧 咱们一定早排队 因为这个老年人 这个80岁上的老年人 他这个确实是风险太高了 因为他不能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我们年轻人 你觉得不好你再去 那老年人 他可能感觉不到自己不好 一旦感觉到不好 那往往就已经特别重了 特别危险了 所以最好是一旦确认就去 那么这个70岁到80岁 这个年龄段 那我们就看基础病 基础病特别稳定的 我们在家里边吃药 包括基础病的用药 包括新冠的这些对症的药 咱们可以先试一试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 因为同样他也是重症病的高肺炎群 最好咱们能够想办法把这个抗病毒药 吃上 降低重症的风险 那如果在家观察发现 比如说血压不稳定 血糖不稳定 这个心脏不舒服 或者意识不太好 一侧肢体无力啊 偏大啊 也可能是脑血管病复发了 那像胸闷气短 心前居疼痛 甚至到肩膀疼痛 可能是心脏病复发了 出现这种情况 都需要及时去医院 那如果是70日以下 咱们这个基础病比较稳定 可以在家观察 但是一定是密切的观察 家里可以准备像是血牙剂 血糖仪 血养家 咱们都准备好 对老人进行密切进行 它不是一个被动的等 而是要主动的去观察 它的各个指标 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一旦不好 也是及时去医院 60岁以下的 咱们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在家观察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 不管哪个年龄段 您超过三天高烧还是不退 没有缓解趋势 或者在任何的时间段 你出现了胸闷气短 意识不好 试睡 频繁的呕吐 尤其像孩子有惊觉 有试睡 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 老年人更是要 家里人都跟他沟通 一旦发现他记忆力下降 反应迟钝 总是睡觉 或者是说走路不稳了 赶紧带他去医院 好 那第三个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 就是很多的家庭都是全家养 那同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养性 会不会重复感染 比如说就是我的毒株和父母毒株不同 然后把我的这个毒株又传染给父母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说 咱们家里边如果是互相传染的 大部分是毒株是一样的 那我们感染之后呢我们会产生抗体 对同一个毒株 那你这个保护力可能是三个月到六个月以上 不会重复感染的 对于其他的一些毒株 因为我们国内呢目前就是像 BF.7啊 BA5.2啊 它其实都是BA5下边的亚分支 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是近亲 那你感染了一个毒株 咱们家里边感染一个毒株 它对这些比较相近的毒株 比如说BA5.2 BA5.7啊 这些都是相近的近亲的毒株 其实也是有交叉保护的 而我们在刚感染的三个月之内 抗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啊 这个免疫力是最强的 是不会重复感染的 所以咱们同一个家庭 如果就是在一个月内先后感染的 那我们没有必要再互相去这个担心啊 这个三个月内大家也不会重复感染 不用这个去再做什么防护啊 咱们可以正常的就在家里边这个 接触啊生活都没问题 确实哈 好 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介绍 虽然疫情已经三年了 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最近这一个月才是真正直面病毒的时刻 在上一个部分 李主任为我们分析了这波疫情中 老年人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危险 那这个病毒呢 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太友好 那我们需要呢去重视老年人抗病毒的能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请李主任呢 帮我们深入的去探讨一下 为什么老年人会成为 这波疫情当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啊 那首先呢 我还是想问一下李主任 都说呢 人老了这免疫机能啊 各方面的机能呢 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下降 那是不是这才是导致老年人成为一个弱势群体的一个核心原因呢 是的 咱们这个老年人之所以 他容易成为这个病毒攻击的这个对象啊 容易成为重症 微重症的这个人群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咱们老年人自身的抵抗力下降了 咱们这个对病毒的保护力下降了 那一个原因呢 我们这个本身啊 咱们这个免疫系统 他就已经老化了 脆弱了 那么对于多种这种感染性疾病的 这个都是更脆弱啊 我们一旦感染之后 要相比年轻人更容易成为重症微重病毒 还有呢 我们反复说的就是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还不太高 有的人可能打得晚还没有打加强针 或者是只打了一个加强针 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证据说 如果能够打两次加强针 这个保护性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些人虽然打了针 但是距离这个上一次这个疫苗接种的时间 已经比较长了 而老年人因为他这个免疫系统已经下降了 那么他这个接种疫苗之后啊 所获得的抗体水平也比年轻人低 持续时间也短 那有的人打完了第三针 已经过了一年了啊 这个抵抗力也是这个明显的就下降了啊 对这个病毒的保护作用明显下降了啊 当然还有就是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 这个感染新冠之后 他会让我们的基础疾病变得不稳定啊 基础疾病加重了啊 反复了啊 这些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成为这个危重病例的这个高风险人群 嗯 好那李主任刚刚您说了疫苗的事情啊 那在您的这个临床经验上来看啊 打疫苗和不打疫苗 他的这个重症发病率的话会有差异呢 这个肯定是有差异的啊 我们常说重症的高风险人群 一个是60岁以上 一个是有基础病啊 当然还包括说免疫缺陷的人群啊 比如他使用了一些免疫之剂 还有说像肥胖啊 这些高风险因素呢 他只要有一个 他就比这个没有的人更容易成为重症病例 那么他如果有两个 他成为重症病例的风险就更高 那我们在方舱啊 我们在定点医院啊 很多专家讨论就说 其实这个重症高位应该再加一条 就是疫苗 如果说他本身有这些高风险因素 又没有接种疫苗 那么他这个风险因素就要再加一等 那他就更容易成为这个重症 微重症病例 所以没有打疫苗的 他一定是更危险的人群 好的 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重症啊 微重症啊 都是到炎症上了 然后比如说是肺炎或者是心肌炎 那这个病毒 其实他去攻击我们引发 微重症 是不是主要是通过这种炎症反应 是的 我们说这个病毒 他对人的攻击呢 是两部分 一个是病毒直接的破坏 比如他在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 我们这个上呼吸道细胞里面 因为病毒他必须进细胞里面复制 他自己不能完成这个生命周期 那他大量的复制以后 我们的这些 呼吸道的细胞就被破坏了 所以大家会干 痒痛 会咳嗽 咳痰 这个就是很大成分是病毒直接的破坏 那还有第二种就是病毒诱发的炎症反应 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发现我们这个身体被病毒入侵了 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 就会集合到这个地方 来清除病毒 他在清除病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这个产生炎症反应 我们这个局部就会肿 就会疼痛 身体就会发烧 全身就会酸痛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病毒有的时候 他还会侵犯其他的器官 不仅仅是在呼吸道 比如有的人恶心呕吐 有消化到这么多 有的人有这个心肌炎 在这个剧烈的活动之后 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衰的风险 那另外呢 还有的会导致他这个血液粘稠 更容易在血管内发生血栓 对于很多既往有心脏病 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人 也特别容易复发 再次形成这个血栓 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突然的意外 都是这些病毒的直接作用 以及这个炎症反应的作用 双重的打击 会导致我们这个 一些这个老年人 尤其有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 病情变得非常危重 甚至有死亡的风险 那主人刚才呢 您就说到了这个基础病啊 确实像我们的父母来讲 可能并不是一个基础病 有可能有糖尿病 还有那个脑梗 然后等等高血压这些疾病 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指导他们 去保护自己 尽量的避免得这个危重症呢 好在我们这个基础病里边 其实说比较关键的一个是呼吸道的疾病 比如他以前有慢阻肺 有肺脊 有哮喘 有这个慢性肢气管炎 这些人他在这个得了新冠 尤其是新冠肺炎之后 那么他的呼吸道症状就会更重 也更容易出现缺氧啊 这个呼吸衰竭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 那么其实更危险的就是心脏病啊 这个脑血管病 这两个我们刚才也介绍过 就说这个新冠感染之后呢 他呢这个会让我们的血液更粘稠 更容易发生血栓 这以前有很多专家提出来说 我们这些老年人住院病例呢 要进行抗凝治疗 以防他们再次发生血栓 就是因为大家已经观察到了很多的老年人 尤其是说有心脏病 有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 他在得新冠之后呢 他这个心脏病 脑血管病很容易进展 复发 那再次出现心梗 脑梗 这就直接危机生命了 所以这两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那像高血压呢 其实 包括冬天 包括得病之后 大家的这个血压也容易变得不稳定 但如果我们积极治疗 相对是容易控制的 那糖尿病的患者 他的血糖有可能变得不稳定 但这些我们通过积极的 血糖的一些控制的治疗方案 也是相对容易控制的 所以最危险的 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这些老年人 确实 那李主任刚才也帮我们分析了 这老年人 因为他们疫苗接种不足 免疫力下降 以及他们的基础病 造成他们容易有这个危重症的一个 发病率风险比较高的一个问题 那您在这个临床经验当中 就是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像老年人的饮食习惯 他的营养状况 对于危重病的发生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 老年人呢 其实说他这个平时的这个身体状态 要比年轻人更脆弱 年轻人有的时候熬夜 或者是说暴饮暴食 对身体不好 但是他可能表现的不明显 但老年人如果说睡眠不好 或者营养膳食没有跟上 那么他的这个对身体的影响 就非常明显 比如我们说 有些老年人 他营养没有跟上 他会存在这个肌肉减少 肌力不足 他的活动量 运动量下降 那么相应的 他的心肺功能也会下降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这些储备不足 就更容易成为重症 微重症病例 你肌肉量不够 营养不够的时候 那你整个的这个活动能力 肯定是下降的 那么其实有很多研究 比如说平时能运动的 爱运动的这些老年人 那么他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他成为重症的这个风险就小多了 所以呢 营养啊运动啊 对老年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包括睡眠啊 如果睡眠不足 那么这些老年人 他整个心情也不好 他这个体力也不好 那一旦感染之后 他重症微重症的风险 就明显增加了 嗯 确实哈 而且呢 我们这次还听说 这个新冠病毒特别狡猾 在哪里呢 就是你哪里弱 就攻击哪里 然后就发现呢 每个人的症状似乎呢 都是有差异的 比如有的人呢 就起循麻疹 有的人呢 就拉肚子 有的人呢 就胃疼不舒服 那这个病毒 它是怎么样去攻击 我们身体的这些薄弱环节的呢 我们这个病毒啊 它是说它有固定的一个叫受体 进入这个细胞啊 就是我们说叫ACE2受体 那么病毒呢 是必须找到带有这种受体的细胞 它才能进去 那我们老说它其实有呼吸道的症状 其实呢是因为呼吸道表达这种受体最多 但其实还有很多的器官 包括我们的心肝肾消化道都有这种ACE2受体 病毒都是可以进去的 只不过说这个呼吸道是最常见的 表达这个受体最多的 那很多的这个患者呢 它其实有消化道症状 比如说在发病第六七天的时候 很多人说恶心呕吐腐泻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毒通过消化道的ACE2受体 侵犯了我们的消化道 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但年轻人呢 一般两三天它就好了 但老年人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呕吐腐泻 会加重我们这个营养不良 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更虚弱 甚至说一会吐腺之后呢 导致水和电解质的紊乱 非常危险 这个也是 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呕吐腐泻 好像不重 但对老年人就是致命的 那刚才我们也反复说呢 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这个本来你那个地方就不好 那一旦感染这个病毒 它这个血液粘稠 血栓形成 就会让心脑血管疾病复发 加重 甚至就出现这个突然的这个 猝死的意外 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呢 还是说咱们哪儿不好 这个病毒 它确实就会让你这个地方加重 我们常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说你原来一个基础病 加了一个新冠 就是两个病 那我分别治疗就可以 它不是这样的 它让你原来这个病变得更重了 更危险了 感谢李主任的介绍 解开了我们大家很多的疑虑 相信小伙伴们也是非常有收获的 那我们看到直播间又进来了 好多新的朋友 今天这场直播 咱们主要帮助大家 总结和梳理老年群体 在疫情之中 生活起居需要注意的重点事项 从而使他们能够安安稳稳 健健康康的度过这段特殊时期 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家人们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 特别适合您的家人和朋友 也欢迎您点击屏幕右上方的分享按钮 把直播分享出去 把这份关心传递出去 好那接着呢 咱们看一看直播区的评论区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请李主任来给我们大家去解答 好 那我们这有三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 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们都有 就说家里边父母都得了新冠 那爸爸可能烧了三天就退了 现在状态还不错 但是妈妈却一直烧了七八天了 而且都是低烧的状态 那应该怎么办 那这是不是说明他爸爸的免疫力 比妈妈的免疫力要好一些 好的 这个就是说 咱们很多人的感染之后的症状 轻重不一 有的人恢复的快 有的人恢复的慢 首先呢 我们说对老年人来说 我们一定要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恢复了 年轻人发烧三四天之后 体温下来了 那大概率的是真的好了 老年人不烧了之后 我们还要注意他有没有 呼吸急促有没有憋气 当然大部分人也是就好了 确实是进入恢复期了 但是我们说这个有些老年人 他是有沉默的肺炎 静默的缺氧 所以我们最好呢 给他监测缺氧 看看是不是真的好 一定要多问问他 您有没有觉得憋气 活动以后 有没有觉得喘 如果他确实是好了 那我们就确实比较放心 那有一些人呢 他这个高烧下来了 低烧持续到一周左右 其实也没有关系 只要他没有憋气 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基础病加重的 这个迹象啊 比如血压不稳了 胸口疼了 没有这些 他如果就是37度45 这样的一个低烧 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 免疫力正在清除病毒 他和病毒正在斗争 有一点免疫反应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其实统计说 这个症状比较重 持续时间稍微长一点 他可能产生的抗体水平 会更高 持续时间会更长 将来再预防二次感染啊 这方面呢 可能还更有一些优势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那么更重要的是 要关注他基础病 有没有加重 有没有缺氧的表现 如果都没有这些问题 那么哪怕说七八天 十来天才好 也没有问题 都不会留下后遗症的 不用担心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也比较典型啊 就很多人退烧了之后 说父母啊 包括自己也是一直咳嗽 尤其父母的咳嗽比较厉害 那怎么才能知道呢 是不是已经引发了肺部感染 必须去医院 我们这个老年人呢 他确实要恢复的 比年轻人慢一些 大部分人的咳嗽到七八天的时候 是有一个缓解的趋势 那么再慢一点的可能是十天的时候 有缓解的趋势 如果说七天以后 这个咳嗽再加重 那么我就建议咱们去医院 如果说七天没有好 但是也没有加重 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那如果说十天了 还没有好 这个没有一个缓解的趋势 他确实有可能是有肺炎了 当然有肺炎也不是说多么可怕的事 大部分人有肺炎的人 他也是自己康复的 但我们要去医院看一看 他这个肺炎的严重程度 以及说有没有激发细菌性的感染 因为我们这个新冠是个病毒 不需要抗生素 但是如果激发了细菌感染 因为我们感染之后 他还是会抵抗力下降 尤其呼吸道的地方下降 更容易激发细菌感染 我们到医院比如查个血缠规 C氧氧蛋白 降概溯源 结合这个CP 医生就我们能够判断一下病情重不重 有没有激发感染 又不用加抗氧素 所以如果说十天了还没有缓解 应该到医院去查一查 确实是要灵活的观察 第三个问题是说 父母的胃肠功能很差 痒了之后呢不想吃饭 很担心他营养不良 那该怎么办 这个呢就是首先 这个生病期间 咱们消化功能 它一定是会下降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 也要理解这件事情 不用勉强他 他如果说吃的比一天少 那我们考虑他是生病了 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 包括年轻人 得了病之后不想吃饭 没有食欲 但是营养我们又要跟上 那我们就要问问他 喜欢吃什么爱吃什么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正常的饮食的基础上 可以考虑给他补充一些必须的 像维生素啊蛋白质啊 这些高营养的东西啊 那我们如果从食物上补不了 可能就要额外去想办法补充一些 帮助他们度过这段时间啊 不想吃饭可以理解 但是营养还要足够啊 水电解质还要足够 嗯好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那其实很多的专家都在说 新冠其实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免疫力了 那最近网上啊也流传着免疫力杀疯了 这样的一个段子 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 免疫力为了保护我们 是倾尽了全力的 非常时期 不管我们年轻人也好 还是咱们的父母和长辈 都需要去提升咱们自己的免疫力 那李主任 您说这老年人呢 其实免疫力呢是比较薄弱的 那您对于老年人提升免疫力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好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啊 他随着年龄增长 免疫力会下降 和年轻人相比 我们在对抗病毒 对抗各种感染性疾病的时候 它会更加困难 所以我们说它成为重症 微重症的风险也比较高 那除了说我们要靠接种疫苗 要打加强针来提高免疫力 那么我们平时能做的就是 睡眠 运动 心理 营养 这四大基石 那首先呢我们说睡眠 大家在得病之后呢 很多人是睡不好啊 焦虑啊 着急担心 怕自己成为家庭的这些累赘啊 但是呢我们说睡眠 对于我们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说我们有发烧 有身上疼 影响了睡眠 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这个呃 用一些解热真通药啊 帮助我们缓解症状一个更好的睡眠 如果说我们就纯粹的是因为心理上的过度焦虑 那我们可以请医生帮我们开一些这个镇静安眠的药物 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 我们才能够说顺利的康复啊 顺利的对抗这个病毒 那么运动呢我们说在生病期间大家要这个尽量的休息啊 减少咱们这个运动 那我们平时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多参加一些运动啊 因为我们也观察到说咱们这个存在肌肉减少的这种老年人 那么他在生病之后啊康复的就更慢啊 成为重症危重症的这个风险就更大啊 我们说叫育后就比较差啊 心理也是这样的啊 有些老年人他没有很好的这个心理基础啊 得病之后呢 过度的焦虑啊 也会影响这个康复过程 那营养呢 其实是我们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 很多人生病之后啊 他这个营养跟不上啊 就是因为他实力下降消化功能下降 那如果我们平时能够多从营养方面着手 保证我们有不够的这个营养摄入啊 包括我们的维生素啊鱼油啊这些 我们如果能够充分的保证 那一旦生病我们也能够恢复的更快啊更顺利一些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啊 嗯那现在呢其实很多专家建议说这个奥密克戎它的毒性呢降低了 然后呢是属于一种自线性疾病 基本上呢五到七天呢就能够自愈 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就是中招之后 选择在家里面养一养 然后呢挺一挺就好了 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尤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那这个新冠对于他们来说还能算是一种自愈性疾病吗 呃老年人这个他得了新冠之后呢 那当然其实大部分人最终也能自愈 只是恢复的慢一点 但其中有一部分人 他成为重症危重病例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呢我们不能像年轻那样 呃就完全靠自愈啊 首先我们说现在是有抗病毒的药物的 我们的这个奈马特委 利特纳委 还有阿兹福丁片 这两个他可以帮我们降低病毒载量 降低重症的风险 降低这个感染这个肺部的这个风险 帮助我们这个更快的恢复 所以呢说一个是我们得病前 应该尽可能的去接种疫苗 一个是得病之后要尽早的把抗病毒药加上 啊那么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对症的一些药物 然后多休息多喝水 那我们才能够说更好的这个恢复 嗯好的确实啊 那和老年和年轻人相比 那这个家庭成员 其实对于老年人需要更多的一些照顾啊 一些辅助的检测啊照顾这些的 那么您对于老年人在去医院之前的 啊这样的一个居家监测期间 你有没有哪些建议呢 嗯好的这个我们老年人呢 可能每个人基础病不一样啊 比如我们有高血压的 我们家里要备一个血压剂 监测它的血压 好像有糖胶病的 要准备一个血糖仪监测血糖 有心肺疾病的 咱们准备一个血氧仪啊 这个指甲的就可以监测它的血氧 那同时呢比如说有心脏病基础的 我们要注意它是不是说有这个胸闷啊 这个胸口疼 有的人这个心脏病发作之后呢 它是肩膀疼 这个我们也要重视啊 甚至有人就是表现为腐痛 我们要多问问它有没有这方的症状 在年龄更大一些的 有脑血管疾病的 我们要关注它的意识状态 比如说有没有说记忆力突然下降了 回认人了 或者变得试睡了 或者是说睡眠障碍睡不着觉了 那要多关心它 还有的人可能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之后呢 一侧肢体偏瘫 一侧肢体无力 走路不稳 甚至大小便失禁了 这些咱们年轻人要多跟它沟通 可能有的时候老年人自己没有意识到 或者不好意思说 怕给年轻人添麻烦 我们要多跟它沟通来评估 它是不是出现了这些意外 所以咱们要多跟它聊天 多跟它这个去沟通 一旦发现了赶紧去医院 确实 那老年人来讲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监测 发现问题及时的就医 那张文宏主任呢 在有一次采访当中 他就提到了说轻症转重症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营养的极度缺乏 那最近呢也看了一些报道 就说比如说像维生素D缺乏 心缺乏 就会让这个人呢更容易感染 新冠病毒 然后呢让这个严重性呢 也容易增加 那您在这个方舱工作期间 相信呢也会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案例 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讲的话呢 如何去进行这个营养补充 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确实是啊 那张文宏教授也是我们搞感染的 其实在我们很多传染病里面呢 都离不开这个营养支持 我们在很多这个疾病的诊疗方案里面 可能第一条就是说 休息和营养支持 以及对症治疗 这些都是我们对抗传染性疾病 感染性疾病的一个基础 那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功德当中 比如我们以前的这个麻疹 我们都说补充维生素A 像一些腐泻的补充维生素C 都会帮助他们更快的康护 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新冠里面 我们也发现呢 很多人由于他平时营养膳食方面做的不够好 那么他在这个得病之后呢 确实恢复的就会慢 重症的风险也会增加 比如我们这个蛋白质 它是免疫系统的这个物质基础 微生素C 微生素E 鱼油 是明确对免疫系统各个部分 有积极作用的营养素 肠道免疫也是近年来特别重视的 像这个医生菌啊 医生源啊 这些积极的补充 也有助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建设 这几年大家都清楚的知道 和病毒做斗争 需要调动我们身体各个方面的这个代谢能力 抗病毒的过程是一个巨大的身体应激反应 是一场剧烈的战斗 对身体积聚的能量和营养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期间呢 我们就要重视身体维生素的储备 像维生素A 它对各种灰系统的疾病都是非常重要的 维生素D是目前新冠疫感性和重症风险 关系最密切的维生素 心是人体免疫调节剂 缺芯会引起抵抗力下降 增加疾病的发生风险 老年人就容易出现感染性疾病 伤口愈合慢等这些情况 这些维生素恰恰是咱们中国人普遍摄入不足的 所以咱们平时就要注意补充 那在我们这个治疗期间呢 要保证每天的合理膳食 营养均衡 我们这个在方舱啊 在定点医院 都是有营养科的老师帮我们制定方案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他有糖尿病 那你要根据他的这个糖尿病的情况 血糖控制情况 去制定他的这个膳食计划 那有的人平时已经有营养不良了 那我们就要更积极的补充 有的人他是消化功能下降了 那我们就要给他制定一些更容易消化吸收的药物 因为我们很多单位呢 其实有营养科 可能临床医生呢 对这个重视的不够 我们现在反复就是强调 尤其是老年人住院以后 我们一定要及时请我们营养科 帮我们制定这个营养膳食的计划 如果说老年人 年龄大了 再生病了 他的消化功能下降了 生力机能降低了 他就更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 隐性的这种营养不良 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我们一定要按照医嘱用药 在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的时候 合理的补充营养 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 好感谢您主任 那现在呢其实有报道说 就是即便是不发烧了 然后呢症状没有了 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很长的 一段的这个康复期 那按照您的经验来看的话 这个康复期呢大概需要多久 以及是说在这个康复期 我们应该如何去顺利的度过 好的咱们这个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一到两周的时间 咱们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 但有些人可能会咳嗽啊鼻塞啊这个持续的时间长一些 甚至超过了两周 不过他只要症状是逐渐缓解的就问题不大 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立刻就恢复这个剧烈的运动 或者从事一些这个比较繁重的这个工作啊 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说啊刚一上班 这个立刻就这个一累了 就觉得头晕胸闷啊 健身的时候呢觉得还是出嘘汗 和以前明显的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这个一定我们要量力而行啊 在刚康复之后的一两周内 咱们千万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 不要从事这些比较繁重的这个工作啊 也不要去熬夜 咱们要再等一等 采用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 咱们先从小的这个活动开始啊 散步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工作 先补一补之前的慢慢来 不要急于求成 一旦说我们在这个工作或者活动的时候 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出嘘汗这些症状 我们一定停下来 再休息两三天等到身体 逐渐的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状态 咱们再把自己的工作 运动也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状态 以量力而行 另外呢对老年人来说 康复之后 他的原来的基础病 仍然有可能会加重 仍然有可能会反复 我们还需要再密切的监测 一到三个月啊 不要说 尽管好了 就立刻放心了 因为以前那些研究 确实是 新冠康复之后 他们基础病加重的风险 仍然比以前要增加了 嗯 那这个病毒真的是非常狡猾啊 把我们的整个的体质啊 都已经改变了 所以好多人就说了感觉 生病之后是身体被掏空了 嗯 那其实呢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 这个大街上人还是比较少的 一方面有些人呢 就担心自己出去之后呢 被感染了 那还有一些人的话呢 就是已经变成阳康了 但是仍然不敢出去 他怕什么呢 就怕自己呢 又复阳了 但其实呢 我们说不管是年轻人 还是老年人哈 那我们都要回归到生活的本身 还要去正常的工作和社交 那对于呢 这个阳康之后的工作和生活 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这个确实是说 这个有一些康复之后会复阳的啊 其实我们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复阳 一个是二次感染 那么复阳呢 它通常就指的是这次病 还没有完全康复 还有一些症状 那有的人就检测到自己核酸 或者是抗原又阳性了 这个其实在这三年来 都有这种情况 后来就发现呢 主要还是一些病毒的片段 它并不是完整的这个病毒 它没有传染性 也没有致病力 那我们之所以有的人 还有一些症状 可能还是这个恢复的慢 所以这点其实他不用太担心 没有问题 随着时间延长 一定会这个完全康复的 那可能大家更担心说二次感染 其实我们身体这个恢复之后呢 我们在三到六个月 二次感染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随着时间延长 可能这个抵抗力会下降 这个 而且病毒也在不断变异 如果病毒变异的更离谱了 那可能我们二次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一个是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 咱们合理膳食 充足的睡眠 规律的运动 多喝水 另外呢 咱们之前的这些戴口罩 勤洗手 注意咳嗽礼 和其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这些在我们预防二次感染 在预防其他护药传染病 都是特别有效的 这些好的卫生习惯 还得要坚持下去 希望咱们呢 别说德国之后 大家就放飞自我了 放松了这些 这个对自己的要求 好感谢李主任的精彩答疑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呢 这一场直播当中 场外的亲人们 还有哪些问题 这是厚厚的一答问题 看来大家呢 都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来请李主任给我们答疑 那这第一个问题呢 就说了 有人说啊 杨康之后 基本上能够横行三到六个月 不太容易感染 就想去哪玩去哪玩 那请问专家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它有一定的道理啊 因为我们感染之后呢 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来说 我们基本上那个抗体水平 维持三到六个月是没问题的 六个月以后 我们的这个抗体水平就会下降了 那么再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了 但是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还要考虑病毒的变异情况 比如说在2021年夏天 这个德尔塔病毒就突然出现了 在2021年那个11月份 这个奥米克戎就突然出现了 那么这些病毒如果变异的这个很明显 那可能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 产生的这些保护力 就又不够用了 就容易再感染 所以我们还要关注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 那么现在像一些国家呢 它流行的这个 一些新的变异株啊 比如说XBB 它是BA2加班的亚分支 那么这个和我们现在流行的BA5就稍微远一点 那么如果是这种病毒出现之后 可能大家再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 另外对于老年人 对于三岁以下的孩子 他的这个免疫系统不是那么强大 有可能保护剂也会比较短 再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尤其在冬春季除了新冠 咱们还有很多其他护医道传染病的 比如说这个流感啊 普通感冒啊 腺病毒 护医道荷包病毒 水痘 手足口病 是吧咱们这些 它也是传染病 所以咱们也是要把这个 好的卫生习惯保持下去 不能就太放飞了 不能那个说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么还有好多病原体在周围呢 还是要继续坚持咱们这些好的 生活习惯 卫生习惯 嗯确实啊 在面对这个微生物啊 这个病毒来讲的话呢 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的啊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呀 这是游子在外的一个担心了 说我父母呢在老家农村 然后呢孩子们呢都在外外地打工 那所以说呢我这一时半会回不去 需要给这些家里边的老人 去提前准备一些什么防护措施 好的这个一方面呢我们是说 如果老人还没有打疫苗 我们要督促他们 抓紧时间把疫苗打上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形势 确实是比较严峻 可能各个这个农村地区 也会在春节前后迎来一个高峰 所以没打疫苗了咱们赶紧打疫苗 另外呢我们这个如果有基础病的老人 我们把他平时的这个药准备够了 一定把他基础病控制稳定了 这样也减少他反复去医院看病拿药的这个次数 因为去医院毕竟也是有感染风险的 另外呢像我们一些常用的这个对症治疗的药物 解决针通药啊一些复方的感冒药啊给他准备一些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躲不过去 还真的被感染了 那么发烧啊鼻塞流涕咳嗽啊 咱们相应的这些非处方药还是要准备一些的 那么其他的像体温剂口罩手套消毒的这些设备设施 还是也要准备一下 另外当然是我们提醒这个老人 如果说有基础病不稳定真的感染了 咱们能去医院还是需要去医院别在家升行 尤其是出现一些不好的情况了 比如说这个血压不稳了 胸口不适了有胸闷气短了 超过三天体温不见好了 赶紧去医院把这些知识也传达给他们 确实啊对老人来说的话儿女不在身边 那只能是科学的用药 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免疫力的提升 才能够把这一波难关的度过出去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的典型问题了 咱们这个时候疫情放开了 很多人心里边其实是很开心的 开心人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但是呢他说了我杨康了 但是我还不敢回去过年 我怕呀传染给家里的老人 而且听说呢现在的毒株啊 说是南方的和北方的 北京的和广州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国内的这种迁徙会不会导致富阳 以及会不会把我 北方的毒株传染给广州的家人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好啊 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那一个是说我们如果杨康了 咱们老家的人他可能这个疫情还没有到高峰 还有很多人没有感染 那我们回去知道会不会传染给家里的 尤其是老人 那我们说的那个康复之后 咱们如果说距离发病不少于一周了 体温也都正常了症状也都基本消失了 其实我们的传染性就很弱了 如果我们能做两次核酸检测 就像我们以前的这个解除隔离标准 也就没问题了 如果两次核酸都阴性肯定没问题 如果做现在已经不方便做核酸了 咱们连续三天测抗原 如果也阴性就证明没有传染性了 咱们可以放心的回老家了 不会传染给老人了 那如果说家里这个老人年龄比较大 有基础疾病 我们保险一点 我的建议是说我们距离发病 一定是不少于10天了 这样可能更安全 如果说我们老家呢也有流行 这个有其他的毒株 那我们刚才说呢 其实国内的一个是BF.7 一个是BA5.2 它都是BA5下边的亚分支 那我们如果刚感染过一个毒株之后呢 我们这个短时间内不会再感染了 包括这些相近的毒株 它有一个交叉免疫 所以三个月内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用过度担心 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保险一点 咱们这个回老家之后呢 外出啊或者聚会啊 坚持戴口罩 勤洗手 多通风 这样呢也能够减少我们再感染的风险 这个该回家还得回家 春节还是要团聚 确实哈 对 这里头有一个朋友问了 也比较典型哈 很多人都说了 我作为一个小阴人 在瑟瑟的发抖哈 他说了 有朋友说父母在老家 然后呢楼上楼下邻居们都养了 但是呢这老人还没养 那这老人应该怎么样防护 才能够避免自己呢变成小羊人 我们这个疫情的防护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多开窗通风 咱们在家里边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楼上楼下 他确实是有可能从楼道里边 这个电梯里边 他经过的时候咳嗽打喷嚏 那么就可能在这个以气溶胶的形式 他传的距离比较远 所以呢我们难以避免的 可能就有病毒在我们开门的时候进来 还有呢就是一个极端的情况 就是通过这个下水管路 通风的排烟的这个管路 以气溶胶的形式进到我们家庭里来 那我们多开窗通风 就可以减少咱们这个房间里边的这个病毒 我们如果说这个下水道啊有地漏的 有这个U型管 咱们要确保里边有水 这样可以防止这个别人家的这个 病毒以气溶胶的形式进来 确保这个里边是有水的状态 如果有这个密封盖 咱们给它盖上 如果没有盖呢 咱们塑料袋里装水 把它都堵上 减少说这种邻里之间的传播 那其实传播风险更危险的可能 还是我们乘坐电梯呀 在楼道里边 因为这个相对空气流通不好 那这种场合我们第一是要坚持戴口罩 如果邻里家已经有了这个感染者 我们戴N95 KN95这些高级别口罩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公共区域啊 我们触摸之后回家一定第一时间洗手 或者我们随身带着这个消毒的湿巾 这样只是说注意手的卫生可以减少我们感染的风险 确实哈还是要保护好啊 尽量的能不痒先别痒哈 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呢 是说到了预防了 那刚刚呢李主任也提到了 有一些特效药是治疗的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做好预防以外 就是有没有什么药物能够预防这个病毒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啊 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维生素C啊 能不能帮我们提前预防不得 目前要说预防这个病呢 咱们其实是只有疫苗 只有疫苗和我们这些防护的措施 这个药物呢 我们这个抗病毒药呢 它是要感染之后早点用 有这个降低重症风险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呢它没有批准用于预防 从这个作用理论上来说 如果你确实接触了 因为这个病传染也很强 比如家里人有人感染 我们又在一起生活居住 是很难避免被感染的 但是由于它这个适应征服从来没有这个做出来说 可以提前吃预防感染 所以我们依然的只能建议说大家一旦有症状 就尽早用 因为你同住人如果是已经明确感染了 当你出现症状的时候 那基本的就是已经感染了 那尽早就把这个药吃上 但是它仍然是不能说起一个预防罪 咱们就早治疗 降低重症的风险 那当然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 它也明确说过 咱们对抗这个疾病 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说 合理的膳食 充足的睡眠 规律的锻炼 这个以及说我们一个良好的心态 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感染的风险 以及说帮助我们感染之后尽快的恢复 确实 那其实这段时间呢 大家还是有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囤药的话题 但是对于有老人的这种家庭 那您觉得这个囤药有没有什么必要性 以及是说老人用药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 要提醒我们的 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人 首先他是有很多人有基础疾病 咱们基础疾病的这个药物一定要这个留够了 但是没有必要囤 我们这个疫情估计两三个月之后呢 就接近一个平稳状态了 所以我们最好家里边它基础病的用药 咱们有两三个月的 那如果说我们基础病比较稳定 咱们准备好药物就行了 如果不稳定 我们一定要请专科医生帮我们看 制定一个方案 然后我们准备好充足的一些基础病的用药 在生病期间 这些基础病的治疗不能停 这方案也不能轻易改 所以我们要坚持用药 那么针对新冠的一些这个药物呢 就是解热真通药 护方感冒药 止咳化痰的药物 这些我们就是 准备出一周的来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家里有两三个人 我们按人 每个人的 这个一周的时间 就够了 也不用太囤太多 那在用药方面 我们说基础病的用药 我们不能随便停 不能随便改方案 那么在治疗新冠这些对症的这些药物呢 咱们也是 尽量少 尽量精 不要重复用药 很多这个像比如中程药 大家选一个就可以 你用多了 它里边很多成分是重复的 容易增加肝肾的负担 那这个复方感冒药里边很多有这个解热阵痛的成分 那我们一定要看好了 吃了复方的感冒药 就不用再单吃这些什么退烧药啊 止咳药了 因为这些容易导致重复啊 所以我们尽量的原则就是 少用啊 能用一个解决 就不要用两个 嗯 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老人会不会更容易重复感染 怎么样去避免这个二次感染的问题 是的 这个老年人呢 他在感染了一次之后 虽然也能产生抗体 但是呢 他持续的时间短 抗体水平也比较低 相对来说呢 就更容易二次感染 那一般三个月以后 这个抗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病毒可能也有一些变异了 那咱们再感染的风险就会增加 那么这种情况 一个是说我们可以 通过接种疫苗 可以三个月后 我们康复了之后 三个月再接种一次疫苗 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 感染再加疫苗 能让我们的抗体水平更高 感染风险就降低 那其他的呢 说我们基础病的 这个稳定性非常重要 一定要让我们原来的专科医生 帮助我们看一看 调整一下方案 因为国外呢 也有报道就是说每一次感染新冠 都可能让他的这个基础病加重 那么他的这个重症风险会增加 所以呢 我们 好了之后呢 去专科 再看看我们的基础病啊 这个是不是还是稳定的 需要不需要调整治疗的方案 其他的 当然我们还是说 充足的睡眠啊 这些营养支持啊 我们这些良好的心态啊 多喝水啊 适当的一些锻炼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能够帮着我们对抗下一次的这个感染 好 非常感谢啊 哎 我们看其实问题还挺多的啊 但是时间呢 也比较紧张了 那我们就再挑最后一个问题 来问一下 呃 这问题呢是说呀 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但是我听说呢 太瘦的老人抵抗力不行 是不是真的 那对于这种比较瘦弱的老人 应该如何去提高免疫力 然后呢让他避免重症 呃 好的 这个问题呢 就是肯定我们说肥胖了 他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啊 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糖尿病高血压 风险都会增加 但是过瘦呢 我们要注意 他是不是存在营养不良 啊 我们原来评价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营养状态呢 其实一个是说他的这个体重啊 一个是他的肌肉量啊 如果说太瘦了 肌肉也少 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啊 当然如果是这个肥胖 肌肉也减少 那会更危险啊 但是单纯的瘦 我们要评估他的一个 呃 力量训练 比如说我们会观察他 呃 走路啊 或者是在椅子上 呃 站起来坐下 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呃 以很多的指标来评估他真正的肌肉的力量啊 不光是说看他的这个胖瘦啊 如果他太瘦了 他的肌肉力量也下降了 那肯定也是这个不容易这个 呃 对抗疾病的啊 他的底伤力还是会下降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评估 判断 如果他这个存在营养不良 那我们还是需要呃 呃 请咱们的这个营养师帮我们制定一个好的方案 尽快的帮助他把这个营养膳食都给他调整好 嗯 好 好 谢谢李主任的回答啊 也感谢小伙伴的问题 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 免疫力才是你最好的医生 最后呢 我也想用伟大的作家马尔克斯的一句话 来结束咱们今天的直播 凡是爱无法治愈的 药物也无能为力 那我们此生和此刻 最重要的职责都是好好爱自己 好好爱身边人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 让我们再次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详识的 疫情防治的解读 家人们 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